新美市政府协拍中心首度跨界和世新大学合作办理LED智能摄影棚工作坊 由专业讲师带领大家了解最新引进的摄影技术和设备 新美市副市长刘和然也亲自体验智能摄影虚拟实镜的拍摄过程 他表示在未来将持续以公司协力方式协助影视产业发展 新美市长刘和然在世新大学智能摄影棚体验起当太空人的感觉 这是亚洲第一座占地470平的智能设置基地 新美市政府协拍中心首度跨界与世新大学合作举办LED智能摄影棚工作坊 希望透过借由这项新技术让新北网影视程式的目标更迈进一步 里面有高达2256片的LED 然后加上上面还有一个10公尺乘以10公尺的LED把它整合起来 所以这样的一个虚拟实镜的安排 让我们在拍摄任何画面 像我也很想来就是 我也很想拍一下那个Mission Impossible那种FU 自己可以在那边高危险的 这个危险的地区做一些高危险的动作 我想这个都是对我们未来在拍摄相关的影片 可以有很大的帮助 以LED荧幕替代传统绿幕的虚拟影视制作模式 生理其境的视觉效果与即时影像追踪摄影 让被拍摄者更容易沉浸其中 世新大学校长陈清和表示 这次除了智能摄影棚外 还特别搭设的实景摄影棚 将透过各种不同形式的资源 让影视拍摄的内容可以更多元丰富 不管是实景拍摄也好 但是我们这边还有虚拟的棚 还有实景的棚 也能够提供我们新北市的朋友们 如果有一些拍摄的需求的时候 也可以来善用这个基地的内容 那么场地器材设备 那我想这样的话 我们这种合作就可以让我们的拍片的内容 拍片的形式以及表达的方式更为丰富了 在这场LED智能摄影棚工作坊中 吸引了众多有志从事影视产业发展的人才参加 世新大学广电系专任讲师李绍哲就指出 这个智能设置基地从拍摄到制作都同步好莱坞技术 不仅对于师生来说是新的学习 也为国内影视产业带来改变和进步 我们几乎是从零开始探索这个技术 一直到现在慢慢摸索到 就是说只要有片子有剧本来 我们基本上都可以执行的一个程度 那可以说就是跟同学一起成长 那整个过程是非常开心 然后很高兴说学校有这个远见 新北市新闻局表示 未来将持续透过公司协力的方式 开拓多元影视发展面向 串起新北影视郎带深化影视城市影像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台北采访报道